高雄有三姐妹都罹患了寒病 圓端肌肉無力症 這症狀類似是漸凍症 而為了幫大姐一緣 坐在輪椅上洗頭的願望 小妹呢 就開了一間無障礙的髮廊 希望能夠拋磚引玉 讓同業也能正視生長者的需求 坐在輪椅上不需肺力移動 就能洗髮染髮催疹 罹患罕見疾病三十二年的馬金瑩 行動生活都靠人打理 直到最近終於圓夢 而幫她圓夢的人 是同樣罹患寒病的小妹 馬凱妮 馬凱妮說家中三個姐妹都發病 這疾病叫遠端肌肉無力症 類似腱凍症 最嚴重的是大姐 發病三十二年的她 現在生活行動都得靠人協助 也一度動起到國外安樂死的念頭 有天姐姐告訴她說好想只要在輪椅上不用被搬動就能洗頭 也讓馬凱妮決定開這間無障礙髮廊幫姐姐圓夢 首先門口就會有一個玻璃門 然後又有台階 那就是說可能他們的助理沒有學過如何對對待輪椅族的朋友 就很感動啊覺得說就是終於有人可以不用離開那個輪椅啊就可以洗頭 馬凱妮說自己也是身心障礙者 很能體會到一般髮廊可能遇到空間或服務不友善的情況 希望自己的店讓更多同業跟進服務更多的身障朋友 而店內聘僱新住民並規劃培訓身障學員 讓大家都學會自己釣魚自力更生 記者王庭夢昭全高雄報導